我一眉一眨 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娃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用的咱家的缓世维 用的什么花多多一号 一周多土干了再浇 在那那的还有浇边的情况 然后呢他发过来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尼古拉斯赫望兰 在咱们这个现在买花的 大部分都喊它叫天堂鸟 不过这个呢 一般很难开花 三四年才会开花 开的花也不是那么好看 它不是天堂鸟 主要是叶子好看 不止一次的说到 天堂鸟的这个问题了 就赫望兰这个问题了 老叶子出现干瘪胶 是因为空气湿度的问题 它不是说你用的肥料 这那的这那的 不就跟我大舅子一样是吧 它吃的好 它说老花一我天天搁你家吃 吃你家喝你家 你看我现在还白头饿了 还老了 老叶子这样很正常 它只要长得新叶好就可以了 好吧 要不说老花一 经常看你解答花友的问题 我也请教请教 蝴蝶兰这样咋回这样 麻烦解释一下 这个是得过虫害啊 我看了一下 这虫害应该是红蜘蛛一类的 满虫一类的才会这个样子 好吧 这个问题不大 你只要长新叶 新叶不这样就没事了 老叶子这样很正常 对吧 你比如 你比如说你这个头发干尖了 或者说被火烧了 或者被虫子咬了 你剪了以后长新的就行 只要是新的没事 根没事 这种都不存在 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虫子 看看有没有啊 主要图片不是太清楚 我又怕是戒窍虫那种感觉 不像 也不太像 好吧 不行就把那个叶子给它剪掉 稍微喷点药 好吧 别的没啥 下个臭包 我这几天发现叶子掉的厉害 这个是杜鹃 掉的厉害 天气热 不施肥 别的没有啥 好吧 适当的给用点肥料 给花友们不止一次的说 这个养花活不活看水 好不好看肥 你也得给肥 撕肥这个东西很简单给人吃饭一个道理啊 对吧 人一天三顿 只有是一个月三到四顿 它盆子里面还有一定的营养 再将自己还能光合作用 所以说这肥料需求虽然说少 长期不撕肥 它还能有劲 对吧 你又跟我们家小灰一样 那这一天 它都吃一顿饭就够 一个星期你不想吃饭 它也饿得浑身没劲 下个臭包 四月份买的丘兰 正常养护 它就不生长 这啥情况 丘兰长得慢 我的宝质 丘兰我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老花衣呢 有十几个品种的丘兰 丘兰 你记住几个点哈 第一不暴晒 它洗光嘛 洗光又菜又爱玩 别暴晒 喜欢一点光 用皮肤感受就行了 不干别浇水 怎么判断干湿呢 摸摸盆土干不干 摸摸叶片软不软 上面的叶片软了 里面的盆土干了 就可以浇水了 干透了就浇透 不换盆 不换土 不修剪 不要来回老班农场 别的没啥了 适当的给一揉揉肥料 再玩嗷嗷一直长 好吗 四个多月了 你说不长 它本身长的就慢 要不拿球篮 早就烂大街了 跟绿罗一样了 三块钱也不知道 你说对吧 我看着掌心一样的 没事啊 继续加油坚持吧 下个特保 杜鹃咋的了 按时浇水 哪个老师教给你的 还按时浇水 你还按时喝水啊 我看你 按时吃药差不多 虽然说您按时浇水 但是现在它就缺水了 对吧 你跟别人说 残棚 哥我天天按时吃饭 我有点饿 那你再吃啊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你不能按时 哪个老师教给你的按时 都快蔫了 他不然你看是不是蔫了 这个 豆菌的那个 你还笑 跟你一样不浇水 你小灰就是水大 你脸 下个厨房 你有空帮我看 咋回事吧 缺营养啊 咋回事 这是绿罗啊 这大叶绿罗 就绑绿罗住的那种 能往上爬 这个缺营养 缺肥 这来那的 这都缺 而且盆子小了 该换一个大一号的盆了 你想想 你那一个盆 这么大一点 你上面 我没看到 你拍全照 我不用看 你老高了 那么密 这么小个盆 也不施肥 你说这 能不缺肥吗 能不缺水吗 真的是 这个川普跟小灰 俩都一米八的大个子 我让他们用这么小的碗 吃一碗饭 他俩不饿吗 谁一米九 你呀 吃粑吧 你 好了 再点个赞 再点个赞 下一个再见 来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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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